原料,豆角80克,面条200克,八角一个,蒜末,葱段各少许,调料,生抽5毫升,盐,鸡粉各3克,老抽3毫升,食用油适量,做法,洗净的豆角切成等长段,待用,热锅助油烧热,放上八角,葱段爆香, 倒入豆角,淋上生抽,注入适量的清水,撒上盐,炒匀,加盖,大火焖两分钟,接盖,倒入面条,加盖,大火焖五分钟,使得面条熟软, 并充分入味儿 接盖,撒上鸡粉,淋上老抽,倒入蒜末,注入适量的清水 充分拌匀入味儿 营养分析,豆角含有蛋白质、钠、铁等营养成分,具有益气补血、解渴健脾、易干补肾等功效 将焖好的面条乘入盘中即可 制作指导,烹调前应将豆角上的豆筋摘除掉,否则会影响口感,而且还不利于消化 Rot筋摘除掉,否则会影响口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